福斯是我看過車架最親民 然後維修保養最不親民的車子 就像買噴墨衣錶機一樣 每個人都買得起噴墨衣錶機 買不起耗材 來來來來我們來看一台 哪一台?Allspace是哪一台? 後面 倒數第二台 這個好大氣喔 這個白色才帥吧 這是 可是這一般的停車殼可能 不好停喔 台北市的停車殼基本上不太好 對 對 但是這個 哇 這個車好 可是它的好處就是你後面的空間可以聯合運用 就是你搬起來就是七人座 它可以放大概 這行李箱 這空間超大的啊 沒有 沒有 沒有放倒 沒有放倒 有放倒在這裡 我引倒了 所以這台呢 這台呢 這台要這樣放嗎 ok ok 如果是高度公路就是差嗎 還是要拆前輪啊 小良你有在騎車嗎 我有 我有 這已經很久沒騎了 這位是小良 嗨 他專門在做這個租賃汽車 對 對 所以你只要買車它就會出現 它中間給你攔截 對 要問車都可以問我啦 問車問你 所有車廠都認識 所有車廠都認識 對 如果你是公司行號 因為很多公司要結稅嘛 沒錯 租賃嘛 下次我們要請小良上我們的節目 等一下租賃到底有什麼好處 對 我坦白講租賃我已經租賃過兩台車 但是我還是搞不懂它是怎麼結 就發票而已 發票 它其實就跟那個你報油 對 油錢的發票一樣 我想起來為什麼 因為你一次買只能報一次而已 而且基本是有限 對 不是 國稅局很擠車 即便你買兩百萬三百萬的車 它給你報的 它就只能報幾十萬而已 對 因為它是認定你超過兩百萬以下的車 它就是只有兩百萬 對 它就是最高兩百萬 可是它不是 它是用五年的那個攤體 對 一年的折就去計算 對 所以它五年攤體這樣下來一年才多 而且它是 年底的引所稅是不能結的 對 它不能結 它只能結五它的發票稅而已 對 OK 所以很多人 開空上號 越來越多都用租車的原因 租車 沒錯 好 好啦 那就是 建國嘛 然後 冰江街下 對啊 建國冰江街下 教育知道嗎 對 好 建國 OK 來 我們要去試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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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有有 可以 然後 然後 到南港然後到汐止 從西灣路上去就好 我們就知道那個五指站啊 我現在上車了 欸這邊右邊也有機 我坐中間好了 連右座也有機翼按鈕 超讚的 Set One OK 不要 呵呵 可以寫 你卡普雷可以寫他們連啊 好 我們現在連卡普雷 手上操 同步區域都有 OK OK 你可以打地址 就會直接 好 我現在先不擋 我先想到一件事情 他卡普雷是要用 蘋果的才能用對不對 沒有 安卓應該也有 喔 喔 不要為了這件事情 他要把手機再換回來 不過 Android他要先下載那個 Android Auto 就是要有他的程式 他才可以 OK 如果你多次不握方向盤 他會先幫你做一次查車 那如果還是不握 他會幫你打算 再幫你停下來 因為他判定說 裡面的人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喔 直接停在路中央 他會慢慢的停下來 那總比你一直直直開 好吧 喔 對 那現在綠色就代表說 他是有作動的 對 然後加減時速就直接 然後他跟前面的車身的距離 可以設定控制對不對 對 他車是中間那一個 可以 他總共有五個可以注意 喔 歇尼好 你現在私駕的是我們 浮世現在最新的 嗯 那個Tiguan R-Line 380系列 然後他配備有最新的這個 跟我們GDI同樣的引擎 那你現在踩起來 應該會覺得很輕快 然後呢 他配備了那個全液晶的螢幕 嗯 對然後還有那個換檔撥片 對 然後ACC啊 自動分車啊 自動差點這些都有 然後咧 然後我今天忘了穿短裙 哈哈哈哈 可以 沒有穿短裙也可以 可以可以 Range很大 那這樣就可以了 就是像 白色的齁 對 那個小樑 好 那個 沒問題 只要身分證就可以了 對不對 呃 你 要辦公司之後 還要給一些資料 你去公司找我們會計就可以了 他這樣辦下來一個月的租金 我還沒算耶 大概耶 兩萬五 三萬五 超過 看三年長完 還是五年長完 對對對 有分啦 對啊 那就 在於你缺不缺 缺不缺錢 缺不缺你的稅額啦 要不要補那麼大稅額 下次有機會 因為我們跟他找小人來上我們節目 你買二手車有一種 就是 因為買二手車通常還是要投期款 對 但是呢 有一些 嗯 不方便講的 對 就讓你可以一毛錢都不用付 就可以把車帶回家 只是多付了一點點的利息 對 OK 等於是連 投期款他都幫你處理 這車可以齁 我覺得他蠻鎮熟的 這個這樣一上來 然後我現在要煞車 就整個很順 你知道嗎 都應付得來 都順到爆 你知道嗎 就是 譬如說 譬如說你本來開車是 開車駕駛的分數 可能教練跟你說你是70分 看來這一台之後 他可以幫你提升 比如說15分到85分 你們去做直銷 會不會是一個損失啊 我以前是直銷出身的 你搞不清楚狀況 我不是搞不清楚狀況 不清楚狀況是誰 哈哈哈哈 你看好安靜喔 在聽到鳥叫聲 還有蟲叫聲 在那個都市裡面這樣子 就是 攝影機一打開齁 你就 你在剪片子 你就發現 哇一堆吵雜聲音 錄到那個影片裡面來 好安靜喔 這在輕輕講話 聲音都錄得非常清楚 我們現在在往上 就到這個不彥亭 然後 教你再 架這個空拍機 這個地方是可以空拍喔 我們已經查過了 你騎過啊 你覺得開車的時候 你到一邊空拍比較危險 還是 飛手在原地 然後飛出去跟著車 可以可以 我覺得 我覺得其實可以坐在車上 不要太空空了 你有沒有遇過那種 就是飛機突然想要回去原航點 然後嚇死你了 沒有耶 我之前我有邊開車邊飛 就是 用那個自動跟隨 你一個人 對啊 然後就看著螢幕就好 你的膽子怎麼那麼大 大不了再買一台而已 然後什麼 沒有啦 但是他還是 還是要一直看 欸 那是什麼 這個重釘的 先不要拔 欸 車子已經 車子已經 沒事開 開車而已 有釘子耶 先不要拔 先不要拔 對啊 有沒有看到釘子在那裡 沒有 就算不用這個也看得到 哈哈 天啊 這什麼時候的 看起來應該一段時間了 是嗎 嗯 這個釘子上面都已經磨平了 對啊磨平了 看起來一段時間了 對啊 我不想要再換備檔 不會啦 這個 等一下我們看一下車子裡面的胎 因為如果它有胎壓異常的話 它會警示 它會警示 對 它會兩噸 對 我們上次借一台 到高雄也是 也中兵 也中兵 真的也中兵 我跟你講 如果之後你是用租賃公司的話 其實很簡單 如果你不想開 就請搓掉車 幫你拖進最近的保養廠 可以處理 那個租賃公司就能處理這事情 對 專門處理 就是要車子這樣租賃的 對 這段卡掉 哈哈哈哈 這個是 你知道這種車喔 對 你在拍這種影片又被講業配 又很衰小 對啊 給你開錢 買200萬買一台車 又給我們公業配 沒有就是 它有偵測到旁邊的障礙物 它剛飛起來又偵測到旁邊的障礙物 好啦我們上車了 GO 好了 我們空拍了 畫面拍完了 然後我試駕 剛剛也試駕了一下 在山路的地方 那 我現在要準備坐後座 後座非常重要 因為後座 你在家人嘛 後座舒適性 非常重要 之前 呃 我們是開轎車啊 那我那個BMW三系列 其實後座真的不好做 我受不了 可是新的三系列 就有比較好 我那是舊款 2010年的 那後座很挺 你幾乎你坐後座 你想睡覺 沒有辦法 休息睡覺 但是這個 我現在休旅車後座 非常非常重要 後座的舒適性 所以我們現在坐後座 好啦我們試車完了 現在回到這個展示室了 欸 那小梁 你幫我弄到 可以弄到多少架 我有問過了 媒體的公關在 把這邊要錄進去 對 對 那個格子你有認識的嗎 是有的 這邊跟這邊要不要 錢你先燒 燒完以後 然後這樣 好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到時候 發票到時候 再從他那邊開過 對對對 那你是開完整的發票 進去發票 對 這樣就可以了 剩下就我跟他 好 我訂車了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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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間 中文字幕 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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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